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在院子里录一期视频 这个大家这个视频讲的事实 违法违章大网违章大网 大家看一下 这个浙江那个东阳市一个交警呢 查获了一辆那个汽车 然后有177次违法的那个记录 累计那个扣分了656分 然后需要交的钱是两万多块钱 两万个十百千万 两万多点的 为了这个消除这个重大远汇呢 这个交警对这个车辆进行了查扣 等待那个车主进一步处理来 进一步处理 直接是那个终身那个不用 终身那个进驾了 终身不到两年时间 这个有110条那个违章记录为处理 累计656条 656分 今年6月1日那个20 20日有那个28条那个违法记录 闯红灯是25条 超速 然后随意变道等呢 跟强量可谓是违法大网连 如果机动车驾驶员不遵处那个驾驶 就存在的巨大的交通远换 害人害己 后果呢不堪设想的 就是说该驾驶员是交通违法大网 却也只能在那个当地称王 放眼那个全国呢 它的违法仍是小屋见大屋了 这个湖北黄石 有辆奥迪车 三年多的为那个年减 中国是271条那个违法记录 累计达到了916分的扣分 罚款是三万 差不多三万五千元人民币 广州 广州 潮州 一辆那个两轮摩托车 港红灯400多次 然后被击分是2700多分 9万 哇 这他妈 是 是赚钱吧 这个视频 等他讲的是赚钱的视频就好了 一辆是 牌照是 穿A的车辆 有600多分 然后4万 哇 今年来呢 各地都诞生了那个违法大王 违法行为是一个塞一个呀 这些那个严重违法者呢 几乎都是在其违法多次后发现 被发现 在这些违法大王中呢 有一些是故意甚至恶意违法 有些是呢 无意违法交贵 对于前者呢 无论怎么提醒都无基于事 至于后者呢 提醒就是 可以降低机动车 违法上路带来的那个安全隐患 遗憾的是 不少那个机动车 违法基本上 没有交管部门的提醒来 都是靠驾驶员 自己查看信息平台 交管部门提供的信息平台呢 并没有在那个驾驶员的违法后 第一时间做出提醒 当然了 驾驶员主动和那个 定期查询自己 是否违法应该算是一个 规定动作 但如果是主管部门能及时提醒呢 无疑是降低了违法大王的存在 违法大王是受到处罚 而交管不买也应该反思 提醒 及时提醒那个司机 然后 显然比那个单纯的扣分更加的靠谱 数字化的时代 这个是属于赚钱吗 赚钱 但是给国家给那个 给国家 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的价值 这个是国家的一种挣钱方法 这个大家看看就行 没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讲的 这个违法大王是给我们国家是9万多块钱 4万多块钱 这个非常不错的那个 付钱方法 这也属于一种赚钱的方法 赚钱的方法 对于某些人是 赚钱 对于某些人是挣钱的 大家那个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谢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